继续,我们来把年长者先生第二段的内容来给他分析讲解 第二段,他一开始就是讲解说他对于他的老年的生活感到很满意 到了中间,老师有看到However,David,David是My old friends,我的老朋友,那就是他的朋友 这两个在对比,我跟David在互相比较 如果是有互相比较,那有一个很棒的写法,我们就可以运用 我们暂时先来讲解这个,他说As an old guy,身为一个老家伙 这是借戏词,后面借名词,表示身份 我这个老骨头啊,哎呀,My mind,我的心灵,我的心 is full of contentment,充满了这个知足,以及and gratitude的感恩 我这个老头啊,心中充满了知足跟感恩 为什么,后面加一个for,这是for是连接词,等于because的意思 因为I have such a warm family 我有那么温暖的一个家庭 好,后面这个同学,马上接了一个关系纸句 作为补充说明,一直到这一边,那么长 所以这个句子,你看,从一开始一直到这里,这样子 那who就是讲,在这个温暖的家庭里 你也可以用who,另外你还可以用的是什么 in which,这个你也可以做一个参考 这in which就是in the warm family的意思 好,in which,老师提在这边,您就看看 哪一个你比较喜欢使用 当然who要用到who是不容易哦 in which,大部分同学可能会用这个 in which就是in the warm family 在这温暖家庭中呢 my daughter in love daughter in love是法律上的女儿,就是媳妇 我的媳妇不要用未来式 因为这个是目前的事实 我媳妇都供应我,帮我煮三餐 所以老师觉得will,那是讲未来式 这就不妥当,应该是现在式 所以可以用这样子serve me 不是my meal,用serve me 就是这个煮饭菜给我 serve me meals 这个meals就是三餐 你要写三餐也可以 那就用个这个three meals 也都可以,看你怎么用 meal加了s,我们就知道是三餐了 好,那并且呢 talk with me every day 并且每天跟我聊天 每天跟我谈话 这当然每天都少会讲一些话 不过,我们结合前面的内容 来写的话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可以用这样 and talk with me 不要用every day 用every day 倒不如 我们用说 在这个媳妇煮三餐给我吃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 就一直跟我聊天 这样子 你看 就很有孝心嘛 所以可以用over done over done 这个over就是一面吃饭 就一面聊天 这个done就是代替三餐 吃饭的时候就一面吃饭 一面聊天的意思 好,这就很温馨了 下来 my grandson asked me to tell him 那我的孙子呢 就会要求我来告诉他 什么 嘿,我以前的这个伟大的 那个stories故事 of mine 那这个故事当然是以前的 好,所以可以tale him my past 好,可以用 这个 the great story great story是 很棒的 不是说很伟大 不见得很伟大 这样子 那么可以用这样子 老师觉得是 tale him my past 我以前的那个很棒的一个故事 好,这样子写法就不需要在后面再加一个 in the past了 那么也不需要用my了 因为这里有一个my 所有格 好,这样子就ok咯 这比较精简的写法 这些都是细节上的小撮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however,然而转了 转了 那么老师刚刚有讲过 说 这个是我跟David在做比较 英文在比较的写作语词上 有一个措辞 同学可以做一个参考 用什么 compare compare with 跟什么做比较 好,一开始就用这个 分词片语 表示被动的 compare with my old David compare with David D-A-V-I-D 那David是谁做一个补充 说明 my old friends 好 前面是用 表示被动的 跟David 跟David做个比较啊 哎呦 后面就写出我 我对我的老年生活真的很满意啊 好,可以用这样子 I feel quite 相当的 或者是非常的 我们可以用十分满意 加强一下 就用 it's dreamly it's dreamly 非常的 satisfied with my aging year my aging life 老年的生活 好 my aging life OK 这个当做最前面 来写 就会非常的棒 好 后面你就可以继续再写说 这个 my mind 我的心啊 充满了什么 OK 后面来继续 my mind is for off 那后面就造钞了 可是你加了这一个 对比之后 看 David 我的老朋友 跟他比起来 哎呀 我真的是太满意了 好 你的情况写完了之后 马上一转 转就转到这边来了 however 然而 没有错 一个是满意 这个是不满意 好 我们看不满意 however 然而 David my old friends often complain 常常抱怨 抱怨什么 抱怨说 his son has skills time to be with him 他说 抱怨 他的 儿子 没有多少时间 跟他在一起 我们很少看到说 skills time的 如果是讲说 time is skills 可以 时间 这个很不足 那 钱不够 钱不足 可以用 time money 好 改钱就是 money is skills 也可以 可是我们好像没有看过 skills time skills money 好像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写法 顶多就是 little time little money 这样子 所以 我是建议 说这个skills 改用什么 little 会比较贴切 好 改用little 他的孩子呢 这个 时间太少 有很少的时间 跟他在一起 what he really wants 并且他真正需要的 并不是什么 哦 这一个很棒的一个结构 就是不是什么 而是什么 这样子的意思 那这个内容 这边的连接词 就用的不贴切了 因为这两个之间的内容 并没有衔接 那么我们最好是这样子